政治新聞我們先來看行政院長陳聰 今天率領內閣總辭把棒子交給接任的江儀化 陳聰表示卸下這個重擔之後 他想要好好休息一下 他也認為以台股最近的表現 民眾應該可以看到政府拼經濟的成果 而新上人的江儀化則說 他希望凝聚新內閣的智慧 為國家規劃出更好的發展藍圖 行政院長陳聰在開完最後一次行政院會後 隨即率領全體閣員合拍畢業照 在攝影師的缺話下 不管是卸任或是續任的部會手掌臉上 都擠出了笑容 而卸下院長這個重擔 陳聰也向國人交出實證表現的成績單 如果以平均每一個股民來看的話 每一個人差不多增加了二十五萬的資產的價值 所以我想這些方面都出門顯示說 在經濟方面 這個股市經濟的櫥窗嘛 這方面都可以看得出來 大家努力的成果 陳夏江上的內閣改組大致底定 不過也有外界質疑 這是改組幅度 異動的部會手掌只有八人 改組幅度不到兩成 江儀化對此沒有正面回應 但嘉儀化強調帶領閣員拼經濟 將是首要的施政目標 即將入閣擔任內政部政務次長的蕭家綺 由於臺中市長胡志強出國請假 由蕭家綺代表出席行政院會 會後也以臺中市副市長的身份出現在陳內閣畢業照 引發媒體關注 而將內閣將在農曆年後二月十八號正式交接上任 無家報 HNG小組 台北報導